爱德华斯诺登 这位被美国政府宣布为叛国者的美国前情报人员 7年来为了躲避CIA特工全球追杀 已消失在社会视野之外 关于他在俄罗斯的生活 只有一些零零七星四假四真的点滴消息 还有他的推特 然而在美国大选之前 有关斯诺登的新闻突然多了起来 他也重新走入主流媒体视线 而且都是喜事 8月13日 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说 许多人认为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老头表面上是同情斯诺登的遭遇 矛头却是指向民主党对斯诺登事件糟糕的处理方式 8月16日 特朗普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又提到斯诺登 暗示他将赦免斯诺登 老头说 我不太清楚斯诺登的情况 但我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我将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 特朗普主动提起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斯诺登 是共和党选举策略之一 凡是能让民主党丢分的事情 都意味着共和党加分 特朗普的善意对斯诺登而言更像是诱补 所谓赦免 就意味着斯诺登有罪在先 斯诺登并没有领情 并且反应很快 8月17日 斯诺登的律师库切列纳表示 所有针对美国前特工斯诺登的调查都应停止 他无需谈论赦免问题 因为他并没有犯罪 简单说 就是共和党政府少来这一套 8月18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又补了一枪 他在回答记者关于美国抹黑 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的问题时表示 在过去30年里 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设了1500多个网络 为228家全球500强企业提供了服务 服务全球超过30多亿人口 没有发生过一起 类似斯诺登事件 危机解密的网络安全事件 没有发生过一起 类似棱进门 方程式组织 梯队系统的网络监听监视行为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拿出华为产品存在后门的证据 美国才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 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斯克 苹果等美国公司 几年前就已经承认 其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和后门 美国情报部门长期以来 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外国政府 企业和个人 实施无差别的窃密和监听活动 斯诺登事件 是美国一桩心病 美国不提到罢了 议题准会被中俄狠捶 捉贼捉脏 斯诺登报的料 哪件不是美国的贼脏 蓬佩奥之流还有点污蔑中国 但特朗普为了大选也是急了 主动去触碰斯诺登话题 接下来 从俄罗斯不断传来的斯诺登消息 就更有意思了 9月8日 斯诺登的律师库切列纳透露 俄罗斯有关部门 还没有批准斯诺登的延长居留权申请 2013年8月 斯诺登获俄罗斯临时避难权 2014年8月 斯诺登获得为期三年的居留权 2017年1月 再次延长至2020年 10月21日 俄罗斯方面确认 斯诺登获得了无限期居留权 从临时避难到定期居留权 再到无限期居留权 四步走就差最后一步 入籍俄罗斯 去年9月14日 斯诺登曾出现在尽头前 接受了法国France Inter电台的访问 他告诉记者 我非常希望马克龙先生为我提供庇护 西方媒体不是老说 斯诺登在俄罗斯生活枯燥 没有自由 还说他酗酒颓废 健身不佳 那马克龙庇护他一下好了 让他在巴黎幸福并且自由的生活 十几万难民都收了 还差他一个人吗 然后法国就闭嘴了 斯诺登是否会真的入籍俄罗斯 当然 西方有一部分媒体认为可能性不大 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 他个人未必能接受俄罗斯文化和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是 一旦斯诺登拥有俄罗斯国籍 那么当美国特工秘密抓捕 甚至暗杀斯诺登时 无论在哪个国家发生 那就是杀死了一名俄罗斯公民 俄罗斯将必须因此而报复美国 所以俄罗斯不会鼓励他申请入籍 然而就在美国大选前两天 斯诺登发推公开表示 他和妻子已经提交了获得美俄双重国籍的申请 斯诺登还指出 他与妻子仍将是美国人 并将本着美国价值观精神培养儿子 他迫不及待地期待着 有一天可以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 本来这事完全无需公开 他可以在申请成功后 再宣布取得俄罗斯国籍 但他在最接近美国大选那一刻 宣布这一消息 迈出四步走最后一步 如果说他带着大量情报 逃离美国是打了美国左脸 那么现在申请入籍俄罗斯 则是打了美国右脸 关于他个人真正的喜事是 斯诺登夫妇将在12月末 习得贵子 孩子将获得俄罗斯国籍 永远支流权 得子 入籍 一切顺利成章美滋滋 对于美国情报机构来说 青年追杀的目标将成为俄罗斯人 虽然不能说是彻底失败 但肯定是重大失败 斯诺登给美国情报部门 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有说几百亿美元 有说几十亿美元 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而是斯诺登用证据证实了 美国不择手段窃听 窃取全世界的可怕传说 美国却总是贼喊捉贼 指责俄罗斯 指责中国窃密 就在斯诺登逃亡的前两周 2013年5月6日 奥巴马正在指责中国 入侵美国政府和军方计算机系统 新方媒体跟进抹黑中国 2013年5月20日 斯诺登秘密离开美国 前往中国香港 藏身于一家酒店之内 接着将美国国家安全局 一部分绝密档案 冷静计划交给了英国卫报 然后西方舆论厂就炸了 斯诺登这个名字 也具有了全球知名度 斯诺登事件犹如神来之笔 帮中国由被动转为主动 让全球目光都盯在了 美国这只黑手之上 给美国帮腔的欧洲政客和媒体 也对中国闭嘴了 运气要来 有时是挡不住的 香港是斯诺登精心选择的隐身之地 事件爆发后 美国情报机关特工追到了香港 而美国国务院则在劝说 北京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交出斯诺登 国务卿克里还用双边关系受损威胁中国 不过没什么用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 美方的引渡要求不完全符合香港特区法律 客客气气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6月22日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央政府尊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办事 斯诺登在香港待了一个月左右 他在接受英国记者 马卡斯基尔采访时说过 他身上带着不仅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所有绝密资料 还有五六万份英国提供给的情报 这些资料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人员花名册 全球情报站的秘密力量和资产 以及情报站的位置和任务 2010年 美国士兵曼宁泄露的美国外交电文和阿富汗 伊拉克作战日志 只有6%属于是中等密集的机密信息 而斯诺登带走的资料 最低密集就已经是机密集了 但斯诺登表示 他不是为外国效力的间谍 这些情报不会交给中国 否则我为什么不直接飞到北京 他对记者解释 美国情报机构则越想越不对 越想越危险 他们不相信斯诺登说的每一句话 外交努力失败 那么最有效手段就是肉体消灭 但美国特工在香港的努力也失败了 美国在中国境内失败后 马上得到了第二次失败 2013年6月23日29时05分 斯诺登搭乘的飞机降落在谢烈梅捷卧机场 各国记者蜂拥而上 但由于被美国宣布护照作废 他只能在机场内待了一晚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 将纽约时报放风说 斯诺登将飞往欧瓜多尔或委内瑞拉 美国情报机构马上忙开了 在有可能警停的巴黎 罗马等机场布置人手 准备直接在转机时抓人 接着又传来确切消息 斯诺登将在24日下午14点 乘坐SU-150航班飞往古巴 美国记者还挖到了机票信息 座位号17A 这一晃 把30多名记者晃上了飞机 结果发现整个航行图中 17A位置是空着的 美国情报部门更是筋疲力尽 25日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普京出面证实 斯诺登还在机场过禁区 但俄罗斯不会将引渡给美国 因为两国并没有引渡协议 26日 拉夫罗夫外长表示 希望斯诺登离开机场 越快越好 他是自由的 美国短时间内无法准确判断 俄罗斯的意图 离开机场 怎么解释都行 美国希望俄罗斯能将他驱逐出境 因为他的护照已经无效 拉夫罗夫的话 增加了美国这种希望 接着普京发言人称 总统对此事一无所知 斯诺登在机场待了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 他赢得了舆论上的优势 他成了一位勇敢的捉贼者 在美国最黑暗的地方点燃了火炬 8月初 斯诺登从机场消失 到9月 柴油律师库切列纳出面检要介绍 他在俄罗斯的生活 很自由 也很低调 2014年7月 他的女友也来到莫斯科与他相聚 美国CIA前局长海登诅咒他 将被俄罗斯抛弃 在酒精和毒品中走向毁灭 事实上俄罗斯并没有像西方媒体所说的 将斯诺登当成交易筹码 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 俄罗斯面对美国极限施压 也没有拿他做交易 保护并善待斯诺登 对俄罗斯来说是利口碑的事情 谁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个斯诺登呢 有些人还在网上故意嘲弄中国 不敢硬杠美国 收留斯诺登 他们的脑容量可能无法理解 斯诺登为什么在逃离美国之后选择香港 因为他相信中国能第一时间保护他的安全 现在斯诺登如果离开俄罗斯 绝对会有悲剧发生 他手里的资料除了有美国的棱镜 还有新风 上行 奔牛 项目星 天网 拱形等计划 而五眼联盟的X开斯多尔项目 也在资料当中 美国早就在打造一张全球网络亲密网 个人手机通讯 电子邮件 网页浏览 社交平台 即时通信 海底电缆等等都是目标 五眼联盟不置他于死地才怪 五眼联盟现在有多么疯狂 大家都看到了 华为5G建设 以及华为手机等设备 之所以被美国恨真入骨 就是因为太安全 如果说斯诺登让美国不得不花费百亿 重建他的各种窃密工程 那么华为设备在技术上的优势 则可能令美国窃密工程失效 要是各国都与华为合作建设5G网络 使用华为设备 将来美国怎么办 他无法要求华为像思科 苹果 微软 谷歌 雅虎等科技公司那样 为美国情报机构留下数据后门和秘密通道 但华为只是一家科技企业 美国如此下作 恰好证明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 就是靠着无所不用其极的偷窥 偷窃才能得到 在美国眼里 只有全世界都不安全了 美国才安全 斯诺登很快将有一个三口之家 祝福他们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但千万不要相信美国的任何宽恕承诺 美国靠得住 母猪能上数